打到了右半邊 右外一手追了過來 沒有問題 右外一手張宥明 接下了這個飛球 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 中外的手機掌握住了 郭天馨 接殺出局 兩人出局 看他在跑這個球 有夠輕鬆的 外角球主審拉攻擊 田澤純一 投出了一次再見的三陣 那這樣的話 貴血龍隊就以4比1 擊敗了統一7-11師隊 他們終止了對戰統一的 對戰五連敗 而且要恭喜徐若熙 今天五局沒有失分的好投 讓他收下了先發的三連勝